连锁咖啡店CAMMA 高雄小港看名店 明明是营业时间 却拉下铁卷门 门口贴购是暂时停业一个月 若有计备问题 可以联系线上客服 但还有上百杯未取的陈先生 却怎么样也联系不上老板 用任何方式都找不到他的人了 他爸爸妈妈都有接电话 他爸爸告诉我他等一下就回来了 过两个小时打过去 他妈妈告诉我他不住这了 就是可能没有要出面回应的意思 老板莫名其妙搞失踪 让顾客陈先生心惊惊 CAMMA小港和名店推出祭杯服务 价格超级优惠 陈先生在今年8月前 光是买50杯送20杯 就陆续购入4组 8月13号又来一波超杀优惠 买100杯送100杯 他又买了一组 总共480杯花了34500元 还有300多杯还没兑换 店家就宣布停业 老板一开始承诺退款 之后却搞失踪 连总公司都联系不上 他在8月13号的时候 突然间又推出买100杯送100杯的优惠方案 当然从来没有这么大的折扣过 当然就一口气买了100杯 不知道才过半个月而已 他就跟我说他要停止营业 我不知道这是故意的还是怎么样 因为提速那老板好像 也是欠缘工钱 然后这样也是 郑先生向消保会投诉也跟总公司反映 300多杯特大杯冰拿铁 换算下来大约是2万多元 应该还有其他受害者 对此总公司表示 在9月初就有注意到门市无故为营业 曾多次联系都找不到这位加盟主 目前只能请消费者向总公司的客服联系 离清后进一步处理 同时也提醒客人 通过品牌APP的计备功能购买 不只能跨店领取 也能保障自己的权益 东森新闻汤辉恒在高雄报道